嗨大家好,我是波马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世界奇妙物语中的一个故事 15秒后会死 枪管从暗处伸出,子弹贯穿慧姐胸口 他却意外陷入时间静止 他没法相信自己被杀了 更不明白凶手是谁 一个不正经的黑衣怪人冒出来 全身透着吃瓜态度 他打了个响指让慧姐可以张嘴交流 他说吧,自己是死神 时间静止是俗称的走马灯或者迷流之际 是人死前最有趣的环节 不过自己失误来早了点 慧姐要15秒之后才能死 那就15秒之后再见吧 慧姐急忙叫住他 15秒内自己可以回头吧 这样就能找出真凶是谁了吧 能不能写下凶手名字复仇呢 真是十无前例的硬气死者 死神故障大笑 决定帮他开挂玩玩 15秒08 这是慧姐剩余的阳兽 他可以随时喊开始暂停 时间也会随之启停 怎么使用就全看他个人了 慧姐首先关心 自己能不能用15秒来救活自己 但是他的死是命中注定的 没法逆天 只能先看清凶手是谁了 时间开始 慧姐的痛感同步恢复 一度难以忍受 按常理 人疼到一定程度就会休克 但是死神帮他开挂 让他疼到极致 也不休克 时间再次开始 慧姐咬牙转头 看清凶手长相 却一点也不意外 对方叫佐奈 慧姐作为药剂师呢 常去他家给佐奈的妈妈开药 后来佐奈妈久之不遇 不堪重担 崩溃到喝农药自杀 慧姐觉得自己只是尽职尽责 何错之友呢 佐奈一定是悲愤迁怒自己 死神不信 因为慧姐是药剂师呀 给佐奈妈看病的还有医生等人 为什么佐奈只迁怒慧姐呢 算了 现在时间还剩13秒 慧姐决定跟佐奈同归于尽 她环视药剂师想出了办法 时间恢复 慧姐先用疫苗撒下一滴粉尘 又关了大灯 粉尘呢 会让佐奈留下脚印 暴露身份 而关灯 可能是为了让佐奈看不到 接下来的动作 时间又恢复 慧姐花三秒铺向书桌 大写下佐奈两字 字写的太大了 佐奈很可能发现图改 但这就是慧姐的目的 又过一秒 慧姐把花瓶打碎在桌上 用花遮挡住名字 并把马克笔扔远 佐奈发现自己名字之后呢 很可能就近拿一只马克笔图改 那跟写字的笔墨颜色不一致 警察发现这处细节 也可能找出真相 不过这一只是概率事件 慧姐还不满足 要让佐奈百分之百死 又几秒之后 慧姐把两束花镜插入插座 死神的物理不好没有看懂 但其实花镜富含水分 慧姐打破花瓶之后 桌上也全都是水 插座的电影会顺着花镜连通桌面 佐奈要想脱改名字 就得挪开花碰到水 但这样仍然不会导致通电 慧姐呢有提翻一桶水 让水流到金属水管边 这样佐奈要想篡改名字 就得脚踩地上的水 手碰桌上的水 一百伏特的电压 会顺着两端的水 贯穿佐奈身体 但这种电流真的能电死人吗 死神又不懂了 慧姐嘲笑她身为死神 却不懂死亡 这次电机能够释放出 两百毫安的电流 而人体的电阻只有五百毫米 只要五十毫安的电流 就能引发心脏试颤 佐奈别像火了 死神拍手叫绝 慧姐竟然在短短15秒内 留下杀手信息 还反杀了凶手 真是绝妙复仇 但这一切值得吗 慧姐听了一时气恼 自己死于无辜 以牙还牙有什么不对呢 其实死神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猜出慧姐跟佐奈 肯定是有更深的恩怨 慧姐也心虚了 她想起呢 有一天自己去佐奈家开完药 回药室才发现 随身带的安眠药被偷了 她偷摸摸的重返佐奈家 果然发现安眠药是被佐奈妈偷的 旁边还放着她的遗书 她忙把被偷的药又偷回来 把遗书也带走了 佐奈刚好回家 看到她鬼鬼祟祟的起了疑心 按理来说 慧姐该把佐奈妈想自杀的事 公布出去 但是她的药被偷 自己也要被追究监管不力的责任 所以她决定隐瞒下去 谁想到 佐奈妈没有安眠药可吃 就改成喝农药自杀了 更糟糕的是 慧姐始终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佐奈 而从佐奈的视角看来 是慧姐先在自己家鬼鬼祟祟 然后妈妈就扣兔摆磨死了 她还以为慧姐在妈妈的药里下毒了呢 死神觉得慧姐要早点说清 也不至于误会这么严重 她的死也算就有自取吧 慧姐被说得好烦 但她也知道 此时没错 自己反杀佐奈确实有点过了 时间还剩下五秒 她决定做出改变 原本插座插着两束花镜 她拔掉一束 这样佐奈被电的程度也会降低 她已经算仁至义尽了 剩下四秒多 她还想传达更多的消息 便飞扑向地面杂乱的纸张 没想到窗外又是一颗子弹 再一次贯穿了慧姐胸口 此神解释说 凶手还是佐奈 她十多秒前见慧姐转身 看清了自己长相 就绕到后院又补一枪灭口 此神觉得慧姐在15秒里干了很多事 而佐奈在这期间 绕到后院补一枪也很合理 慧姐扬寿只剩下最后的0.6秒 佐奈却还是把她当成仇人 她决定用这0.6秒揭穿真相 但时间刚恢复 她就扑到在地 她的目标实现了吗 我们得切到佐奈的视角了 最开始 佐奈先在门后偷袭 击中慧姐 几乎转瞬间 慧姐把头转过去 看清了佐奈长相 佐奈担心身份败露 拥进15秒绕到后院又补了一枪 这期间 她并不知道慧姐在屋子里面布置着什么陷阱 15秒后 她重新冲回正门 这时慧姐已经设置好所有陷阱 并且身中两枪死掉 佐奈害怕慧姐会留下线索 指证自己准备进入调查 门口的粉尘陷阱很明显 她去隔壁换下别人的鞋子 没有留下自己足迹 桌上的名字也很明显 她随意捡了根马克比准备涂改 但是这太简单 反而显得可疑 她在角落找到了真正鞋子的马克比 又逃过了墨迹不一致的陷阱 但她正准备涂抹时 还是中了触电陷阱 由于慧姐摘出一束花镜 她只是昏迷很久 等她醒过来时 保安已经巡查过来 她匆忙涂抹掉自己名字 准备跑路 慧姐的尸体紧握着一封信很可疑 她便把那封信投回家看 这其实是佐奈妈的遗书 她首先为偷慧姐的安眠药道歉 接着请大家原谅自己自杀 因为自己实在看不见希望 不过佐奈孤苦伶仃的 留在世上太可怜了 她死前要把她也带走 她偷安眠药 就是为了杀掉佐奈 所以之前慧姐偷回安眠药 其实间接救了佐奈一命 后来呢 佐奈妈发现没法带走女儿 就独自喝农药自杀了 从这种角度看 佐奈其实杀掉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佐奈这才意识到做错了什么 她呼天抢地 将在监狱带着悔恨度过一生 慧姐死时呢 左手握着遗书 右手握着笔 遗书是想让佐奈得到真相 而笔则是想写佐奈的名字 让她得到制裁 受时间限制 她终究没能写下来 但是警察调查现场时呢 却在她的右手发现了佐奈的名字 这是死神违反天条 帮忙写下的 也是她为慧姐最后一次开挂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